小伙伴们大家好啊 很高兴又见美啊 在这个房间里面已经很舒适了 不过村庄里面 麦农又出现了新的挑战项目 就是外面的超高建筑 是不是非常的了不起啊 现在我就要过去挑战一下 听说是村民特意建造的 还没有人能够通过这些关卡呢 现在就已经忍不住了 那就直接冲吧 先从这个木箱子的关卡开始 直接一层一层的往上走 这边是个什么情况啊 还有浮空的家具 看完还是要从这个上面 一个一个跳过去才行啊 如果食物掉下去 那可就是粉身碎骨 直接抬走了呀 也是顺利通过的这关 接着是这边 还有独木桥 不过是有弯道的 还是要小心行事才行 慢慢的往前走 只要不失误 我就能够合着过去 很安全的对不对 还有一丢丢距离 就要到对面了 顺着这个走上去 墙后面是 居然还有关卡奖励呢 对我来说可真是不错 猛牛盔甲套装 真是太好了呀 以后俺可就是牛战士了 再加上箱子里的武器 也都是很完美的东西 现在我就下去 这个木箱子关卡吧 可能是第一个关卡 给我通起来 还是比较容易的 接下来就是第二个关卡 是白色的密码箱子 这次的道路 就要尝尝许多啊 看来这些关卡 都是一个比一个困难 进门的这里 只有两个骷髅头 看来是想要下退伍 但是我可是不会害怕的 这边什么情况 为啥地面 全部都是这么值钱的矿石 那边还有一个村民 站在那里 你给我多挖一些矿石 这样就可以让你通过了 这要五颗绿宝石了是吧 那行嘛 这边后面还是有挺多的 将这些一颗一颗挖给它 前面还有两颗 这样刚好五颗 村民 我来兑换钥匙了 赶快让我进去吧 不知道后面的关卡如何 进去看看吧 这个路上 难道说是水吗 居然用木牌挡住了 那我就继续这个方向走吧 可千万不能够在这个里面出事啊 快游快游 我都要没有养气了 还好上来了 这些卑鄙的僵尸 就在这个位置等着我 真是够阴险的 还好我在那个关卡 拿着武器 不然还真不是他们几个的对手嘛 这才叫专业 从工解决敌人呀 看看门后面的宝藏吧 都是有些什么好东西 超多的绿宝石 这边呢 是金银果和一些装备 果然也是很适合我的 这样我们就继续闯关吧 看来这些奖励还真不少啊 最后的当然就是最炫酷的彩色箱子 那就继续往上爬吧 这也是最高的关卡了 总算是上来了 这个地方可真高 让我看看 这次又有什么给我挑战 卧槽 这个路上好多的机关啊 还有能够出来弓箭兽 真是够阴险的 这边的必经之路 也是给我安排了如此多的地刺 这边也是 好多的刺 接下来的道路 看来也很齐虚啊 脚下还有这种 一个一个的岩浆坑 以我的技术肯定掉不下去 偶尔的失误还是很正常嘛 重来重来 可算是回来了 这个房间怎么这么多怪物啊 黑衣僵尸什么的 那我就先拿在箱子里 给我准备的武器来对付你们吧 这真是一些嚣张的僵尸啊 让我看看 你们还有什么能够拿得出手的 还好这些围栏都给他们拦住了 我的电锯威力还是够大的呀 后面就是一型骷髅僵尸 还有彩色凋零 反正离我这么远 那就用武器枪射他们 这样一来 他们也就没有还手的余地了 你可真是聪明 这样一来 还剩下几个小凋零 那就让我亲手送你们上天吧 一个个还挺皮操肉厚的 可算是将你们都送走了 这样我就可以一直看看 最后的宝藏了吧 就是这个门后面 什么情况 这个房间怎么全部都是拉杆 我要的奖励呢 还真是奇怪啊 先拉几个试试 这些拉杆似乎没有什么用处啊 真是够空的了 原来是要拿着开门哦 我知道了 不过我还是没有看到最后的奖励在哪啊 从这个地方跳下去吗 哦 这这这 这是什么地方 我看这感觉如此危险 我住不去了 WOOOOM 骉托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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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